今天美高篮球圈的最高水平对决 在Bolder联盟上演 由25届全美第一26年准状元AJ迪邦萨率领的篮球预科学校 犹他学院 对上全美第二最强新二代堪布子 领军的弗里达州 卫冕州冠军哥伦布中学 而此次对决的结果则和以往不同 AJ面对堪布子不仅打出了更高的竞技水平 更率队以69比68赢球 证明了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无差别全美最强高中生 大家好我是Terry 此夜AJ迪邦萨独得28分四郎板两助攻 完全就是靠个人能力打爆了对手 他一个假动作就能晃过Kiden布子 然后面对Kan布子后仰跳投命中 他也可以扛着Kan布子突入篮下 打进难度不小的投篮 更可以在Kan布子头上命中远投三分 这种100%的个人能力展示 让在场的一众大球和NBA球他们看在了眼里 虽然Kan布子本场也有20分四郎板的贡献 并率队在下半场发起了疯狂反扑 还在比赛中内线接球转身隔扣过两人 但他显然在个人能力和天赋的展示 相较于AJ略逊一筹 赛后有球评人表示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觉得 Kan布子在球场上不是最好的 最有影响力的球员 AJ真的太夸张了 而Kan布子则有点没有达到正常的水平 也有雅虎体育的记者评价道 对于AJ是不是美高篮球圈最强高中生的争论 这场比赛之后应该有答案了 的确过去的半年 人们对于AJ和Kan布子 两人谁是美高当下第一人 展开了激烈讨论 他们过去的交手往往以Kan布子率队取胜 而AJ则砍下最好的数据而告终 人们当时得出的结论是 Kan布子是美高圈 极占能力最强的球员 而AJ则是美高圈 天花板和潜力最高的球员 但AJ在过去的几个月 每天都在变得更强 不断的为球迷搅出震撼表演 而更可怕的是 人们甚至看不到其上限到底在哪里 最近也有视频爆出 身高69寸206公分 臂展出众 运动能力优秀的AJ 在跟着他的偶像保罗乔治一起训练 同场的还有瓜哥之子小甜瓜 从今天比赛的过程中 人们也看到了AJ身上保罗乔治的影子 虽然这有球迷表示 保罗乔治只是AJ的下限而已 当然无论是AJ还是Kan布子 两人都还只是不到18岁的球员而已 他们的上限到底在哪里 谁将拥有更好的篮球生涯 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两人接下来在大学进入NBA之后 也会一直被比较 就像一位球迷说的 希望可以看到AJ承诺北卡 那么明年的NCWA 就有希望看到身穿杜克战袍的Kan布子 和身着北卡战袍的AJ的较量 那将会是史诗级的宿命对决 此外在这两天BOD联盟的比赛中 表现出色的球员还有 26届全美第一后卫 Brandon McCoy Jr. 捡去爆炸头的他 显得更加成熟更加专注 靠着越来越全面的持球进攻能力 和在同届中顶级的防守技巧 帮助球队连续取胜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率队战胜OT明星联队那场 Brandon McCoy在球场上 简直是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 球迷们甚至称其为 下一个爱德华兹 和迷你法罗乔治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